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同样在澳洲 为什么商业地产和工业地产差距有这么大 那么生活在澳洲的朋友们 尤其是华人朋友们 在我们谈起投资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房地产 那没办法 谁让我们组上三代以上的 不是农民就是地主 对不对 在过去的几千年 都是以农业为主 因此也许我们的基因里面 都是对着土地有着天生的感情 那么说回到地产的话 大部分朋友们说到地产投资 就是买房付个首期 每月还款 要不就是自住 要不就是出租 那么未来过个几年或者十几年 再卖掉它赚钱 这种模式似乎很简单 没有门槛 人人都会做 那如果你再愿意折腾一点的话 就是比如说名下 永远之宝有一个房子 住的地方都是租房 但是每一次都是买个破房 重新装修翻新 然后再以自住房的名义 把它卖掉 在澳洲就可以避开资本的增值税 但这个生意 今年开始 可能很快就会被澳洲税务局盯上 以后不会再享受 自住房的税务减免政策 那么如果你再有一点实力或者有经验的话 就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买个大的地 然后把它劈成几块 来造一套或者是几套房子 那实力再往上一点 那就是买个再大的地 来造几层 甚至于高层的公寓 这样的模式其实已经存在了几百年 但是在投资地产中 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的朋友们 都集中在传统的住宅地产的投资和改造上 只有在最近十年左右 咱们在澳洲的华人朋友们 才开始比较多的涉及到商业地产中的项目中 那我本人其实是主要是从事的是证券行业 并不是地产的专家 那我们今天也不会特别聊这个商业地产的细节 那今天我要说的 或者说是给大家展示的 就是两件事 第一就是投资商业地产 其实普通人也可以做到 第二同样是商业地产 写字楼 工业地产 酒店和商铺 在过去三年的变化 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 大家可能会觉得商业地产的投资门槛都很高 在我们普通的概念中 商业地产的门槛 相对来说 它对于资金的需求量都很大 虽然说商铺的价格各有差异 但是高质量的商业地产 基本上都超过了500万澳币 之后的话 就算你买了以后 可能在每一次更换租客的过程中 与传统的住宅出租相比 你要找到下一个租客 往往是需要几个月 有的甚至于要一两年的时间 因此商业地产长期空置都是很常见的 这就意味着投资者需要有更加强劲的现金流 来应对更换租客 或者在找到新租客之前 一段时间的收租的空档期 以上就是咱们脑海中对于澳洲商业物业的第一印象 但是其实除了你自己直接去贷款买或者全款买之外 还有一种模式呢 也可以直接投资澳洲的商业物业 而且这个门槛几乎是没有 说白了呢 其实就是购买那些 本身专门负责投资商业地产的上市基金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正常的股票 那么在澳洲股市里市值排名前100的公司中 有很多就是专门做商业地产 而且是细分不同门类 那我们中国传统的概念中 你做地产的话呢 这个动不动就是成千上万个亿 这个做普通住宅开发 但是在澳洲呢 做普通住宅开发那些上市公司 股价非常低 要不就是几毛钱 要不就是一块多 感觉随时要挂 和咱们传统印象中 像国内的什么万科啊 碧桂圆啊 动不动上万亿相比的话呢 在澳洲地产里 做传统住宅的都是一些小虾米 真正的大佬都是那些商业地产 那么这就说到第二点 同样是地产股 同样是商业地产股 两者的走势 在过去的三年里面 可以相差50% 甚至于更多 而这就看这个上市基金 它主要投资是在商业地产中的 哪一块细分板块 那么说到商业地产的话 其实里面包括很多细分 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 这个Westfield Shopping Center 也就是大型购物中心 连锁集团 或者说是我们墨尔本 最大的商场Chaston 加上Boxill和Glan Weaverly 以及其他几个商场 加起来的叫做Vaccinity Group 它也是做商场 也有专门做高档写字 比如说Dexas集团 以及做大型超市和政府 办公用地的 像Charlotte Hall 这样的地产基金 甚至于专门只是做 五金商店Bonnets的 地皮的BWP基金 这些都是不同的细分板块 但是你要说最厉害的是谁 还是要说专做工业地产项目的 好男人集团 英文名字叫做Goodman Group 这名字是不是有点 太过于简单粗暴了 有的时候澳洲公司 在几十年前取名字也很搞笑 直接就叫自己好人集团 或者好男人集团 也不怕邻居笑话 按照这个思路 我觉得肯定那个时候 还会有人取名 比如说首富集团 或者是天才公司 肯定会有 当然开个玩笑 那为什么同样是商业物业 差别会如此巨大 其实不用我多说 咱们结合过去三年的实际情况 每个人自己也能推测出 八九不离十 我们先说高档写字楼 比如说Dexas的 2020年到2022年 那就不用说了 因为很多封城 加上的在家办公 导致大量写字楼缺人 因为大家都在家上班 没有人去公司 那自然就导致很多公司在租约到期之后 他不需要再续租这么大的办公室 于是就搬到更小的去 这就导致了墨尔本悉尼这些市区市中心的办公室 空租率不断上涨 尤其是那些本身是很小的公司 本身就租一个共享办公室 所以呢 像上周最大的WeWork 曾经要上市的这个公司 因为大量人不再续约 导致了破产 那么其实像WeWork 这样的共享办公室 破产还有很多 澳洲曾经的上市共享办公室公司 叫Victoria Office 也在去年年初因为它违约 导致股价崩溃 这影响到呢 其他的地产基金的股价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酒店型地产基金 疫情三年自然不用说 几乎所有的酒店都在亏钱 因为几乎完全没有呢 国际游客 尤其是2022年之前 那么那个时候几乎呢 跨省的国内游客都没有 导致呢 全靠着澳洲政府当时支持那些 强制入境要隔离两周三周的客户 才能撑下去 那么其实商场基金和酒店基金也差不多 大部分也是因为人流问题 而几乎要崩溃 直到呢 2023年情况才有好转 那么在所有的商业地产中 在过去三年里面 其实只有一个是全年上涨 年年涨 那就是工业地产 以及专做工业地产的那些基金 因为他们的行业属性 即使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 像港口仓库工厂也要运行 因此 工业地产并没有像酒店啊 商场啊 写字楼一样 出现长期的空置 相反呢 由于疫情时期 额外的那些建造工业地产的进度 大大延迟 比如每年以前 正常的疫情之前 每年要造一万个仓库 但是疫情的三年 由于缺人缺材料 可能每一年只能造 两千三千或者四千个仓库 这样一来 正常的市场需求 没有得到满足 因此 原先的那些工业地产的物业 它的价格就一路往上 所以总结来说 如果各位资金足够 可以自己百分之百的购买呢 土地 自己来开发 或者直接购买商铺 仓库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的资金实力不太够 或者想借用杠杆来参与地产投资的 其实啊 你还有另一种选择 就是购买上市的地产基金 那么如果你需要更多 有关澳洲商业地产的信息 以及它的股市的分析 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 或者呢 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之后的工作人员 会跟您取得联系 我们可以为您做一对一的辅导 为您提供更有价值的投资信息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 喜欢节目 记得三连关注 我是麦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